大家好, 過多兩天, 星期六上兩天, A股就開班了 你猜A股開班會升還是跌? 見到港股這邊的ETF全部都是升的, 升一隻有特徵 我問你, 升, OK 如果A股升, 你猜星期一港股是升還是跌? 其實我看過圖, 雜金上半場12點收的時候, 我覺得它應該會跌 但下半場又很厲害, 好像會升 對, 怎麼看? 所以我也在糾結, A股應該會開 A股應該會升, 香港這樣升 但港股能否維持, 我就很難看 我覺得如果A股升得多, 香港是會跌的 即是北水, 原來香港升了二千多點 那我玩回A股了, 我就這樣看 我不知道, 香港升了二千多點 對, 香港 那連農曆年回來, 都是那幾天港股自己在升 但是農曆年回來, 之後A股就自己扯了上去 對, 最好當然A股又升, 香港又升 但那個前提, 香港已經是升了二千多點 一萬八千五百多 對, 那你的北水會看, 哇, 你升了二千多點這麼厲害 我集中火力在A股, 都可以 我沽了香港, 轉回香港A股去炒 都可以 所以不知道 不知道, 沒答案了, 星期一給個答案 看看星期一試試怎麼走 對, 那現在Q1的業績行不行 Q1的業績, 分版塊 如果整體來看的話, 其實是一般的 因為如果看全部A股的那個收入, 是不能升的 嗯 之前都是升少少都有 這一次是連升也不能升的 嗯 然後我就看完之後, 我發覺有一個板塊是最慘的 是 就是你之前做FB, 有個網友問你 農曆點 是 農曆的股價已經說了 是 你聽他點的 農曆應該都很久沒有再看過他的業績是怎樣的 那這一次我就是熟了一眼他的業績 跟著有沒有眼火爆 嗯 比較可憐, 覺得是 未止著跌那隻 那隻 為什麼呢? 你都有提到一個point 其實上一年的H2 美國那邊就制裁 其實他是累積了很多傳貨 對, 產能過成 對, 到現在他的開工率降了下去 但是都沒有降到多少 所以他的產能依然是非常之充足 傳貨都是非常之充足 嗯 一充足了之後 價格就要再打 價格戰 再降 那一剪再低 然後傳貨一高 然後賣不出去 再減值 嗯 所以見到他這一次Q1是直接虧了錢的 那他這一次的話 bottom line這邊是虧了23億 一季23億 當然是有十幾二十億是做減值的 但是你這一次看的話就非常之醜 他是從去年Q4開始虧了 Q4虧了9億 這一次虧了23億 其實這些公司很慘 因為政策導向 你明知道做了出來賣不出去也要做 嗯 其實這間公司很折磨 你想想你天天要上班 但是不出錢給你 我一見到我今天一睜大眼 我就虧了 不知道 是啊 你見到機器一路溫 一路是虧錢的 即是跟你天天上班 但是老闆講得明是不出糧 是一樣道理 其實這些都很慘 嗯 所以我們不可以怪他 他都是受害者 是 即是如果你說他做了出來賣不出去 嗯 原來市場做的東西市場不對 賣不出去 沒辦法了 自己Marketing不好 但是他明知是賣不出去 明知自己產能過剩 明知自己存貨高 他都要繼續做 哎呀很可憐 是 所以農基的話 暫時都是 未有特別的東西可以刺激到他的 是 因為他業績只有第二個Q變差 Bottom line這邊計 然後再看回 不單單只是說農基一個慘的 我們這一次就是用了 護心300成份股那些 來看他的業績 是 然後行業劃分 找了在新萬行業一級和二級來劃分 我們就看看 究竟入面那些過股 或者是哪個板塊表現得是比較類似的 第一個我們來看 業績由正轉負 或者由負變正 看看有沒有些堅明的東西來看一看 首先就看 以農基為首的 一班業績是由正轉負的公司 是 看到我們就highlight了 就是農基出來的 天齊這頁也是 天齊這頁也是 天齊和共鋒兩隻野 兩隻野真的很慘 真的很慘 真的很慘 你看到特別是天齊 一個季到虧了差不多40億 對 所以就 你想想一間 上游公司 一季可以虧40億 其實很恐怖 其實這些公司換了在其他國家 已經沒有製作了 所以你沒辦法想像它在兩三年前 是一個行業 是一間公司 對 真的 其他地方已經 已經停了經營 你虧了 一季虧了40億 對 所以你看到這些 兩間做理 還有下方 你會看到倒數上來 一二三四五五個 都是叫做光伏設備行業 一群組光伏設備行業 都已經全棍覆沒了 第一欄的層值 就是表示他們業績公佈當日的升跌幅 農基出了業績 還要繼續下跌 然後其他兩位稍微好些 即是覺得可能 不能再下跌 估值夠低 那當日是由得升的 但如果看回它的底線 基本上都是很慘的 那會看到業績反轉型 基本上就是 理抗 兩隻東西 都是覆沒了 然後就 光伏這些東西 基本上就一個都沒有 那半導體有兩隻 有一個叫做護龜 有龜料那些都是 馬馬地 然後慢科 你就不用理它 我們之前都說過慢科 慢慢看著它 自己什麼造化 那還有其他兩個 可能是業績馬馬地 即是突然之間變色 但是那些 暫時來說 就沒有什麼牽 因為整個行業 只有他們兩個 所以整體來說 這一次 特別是做上游 那些是比較衰 整個行業來說 是非常非常慘的 然後有哪些 說這一次 是表現得非常好的 就會看到股份不多 上一年Q1市 今年Q1市 今年Q1市 就兩間 其實是做航空的 航空相關的 一個就是上海機場 一個就是南方航空 三大航 其他兩間還未變正 南航先轉正了 然後榮勝石化 這一次是煉法 即是那些石油煉法業務好些 這一次是有得升的 TCL就是說 它的面板的價格一直在上升 所以它是有得賺的 但是你看看前面那四個 特別是兩間機場的東西 因為之前 它都不關業績事 你早就知道它跌 升就早就知道它升 所以它業績是沒有反應的 是 然後最後那隻 明陽智能 這一間是做封電的 挺好的 做封電 就發覺是光復衰了 但是封電就不算差 因為你看看這兩天港股 OK 然後金鋒的話 表現都不算差 即是兩天都有特性 所以封電的話 好像就慢慢的 已經捱過了最壞的那個時候 嗯 但是208它就不在護心300 所以就沒有展示出來 OK 然後就 所以看回這一次 業績由正轉庫 即是衰了的 就比較明顯的光復行業 和理抗行業 但是轉好的話 好像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跟我們說 業績由得轉好的 然後第二個 就來看回 就是說現在是業績出 我們應該是4月29、30日 那幾天 密集出業績的時候 就有一天會發覺 整個石油那些是跌到很深的 石油、煤炭 然後在那一天 大家就在想 會不會是高位前期升得多 那些股份 這一次要倒下來呢 嗯 那就看一看 之前是哪些股份是升得多 或者哪些行業是升得多的 這一次就有關注點 第二個就是高低位 會不會換一換 是 那首先我們看哪些是升得多 這個是全部A股的股份 那我們看完整個行業的升跌幅之後 我們就會拿回它入哪些公司 來看看業績究竟是怎樣的 那首先來看那個業績 就是那個表現 行業表現升過了20%的公司 我們來看看是屬於哪些 那其實Q1的話 我免得那些人遮蓋看貴金屬的三個字 對 就會發現前面幾個 因為我這個是選擇的 是二級行業的細分 就會看到前面 1、3、4 一個是貴金屬 一個是工業金屬 一個是小金屬 一個是小金屬 那其實小金屬的話 就是諾陽木業 不方稀土那些 那些貴金屬的話 其實是今年跟著金價的升 是升得比較瘋 然後工業金屬的話 就是藍山鋁業 紫金礦業 光銅這些 還有那個貴金屬的話 就不用說是兩隻黃金股 山東黃金和中金黃金 這兩個 可以看到 1、3、4 可能是因為那個金價升 所以帶著它 絕對是 那後來的表現 就到現在的表現 因為金價都跌得比較急 所以他們近期的表現就一般 然後第二個 不用說遊戲開彩 這些就是不用說中石油、中石化 這些相關的股份 那這個呢 遊戲開彩 就是一隻股份入圍的 就是中國海油 那它在我們說 1月24至4月19日的升幅 非常之高 去到47.5% 這個是說股價的降跌幅 這個是說排第二的入圍的中行 不是 I mean 這些一條條 是股價 這個是整行 整行的 不關市值 就是普通的數量 整行的 然後 下面就是煉化貿易 就是中石油的公司 再到後來 會發現有一個軌道交通設備行業 也是很厲害的 你猜一下是哪兩隻 或者猜一隻出來 軌道交通 中車 對啦 我只知道這間 還有一間叫時代電器 時代電器 這兩隻是護心300日的代表作 然後雙用車這邊 就只有一隻 一氣解放 乘用車 整個行業都升得多 但就沒有之前那麼多 它就升了19% 日邊就是有 上氣、港氣、長安、長城 以及比亞迪 這五隻 代言人 就會發現前面的 金屬 然後石油石化 那些遊戲開彩 然後其他 相對來說 就沒有那麼多 第一個就是 白色家電 有三個 格力、海耳 那三隻 然後工程機械 就是中國重工 然後還有一個航海 就是中國船舶 那些 反而我們整個Q1 港股這邊 升得非常之厲害 中國神華 整個煤炭開彩 都升到21% 就不是特別靠前那隻 是 中國神華就是其中一隻 然後其他還有兩個 就是普鋼和特鋼 都有升到20% 那裏面的代表 應該就是那些 包括股份 那些大的公司 那你的意思是否就是說 現在這些最高那些 下一季就會變成最低那些 不確定 因為你就過一天看的話 其實 你說高低交換 關注點會不會高低交換 然後這些是升得高的 其中那些代表股份的業績 就會看到前面兩隻 綠木和北方稀土 這邊的話 我示範了第一個橙色列 就是說了他們是14年的 1月24日到4月19日 這一個就是代表著 中蛇入它的啟動時間 就是那一期會升得特別高一點的 那會見到呢 就內油木業是升得非常之高的 那一段時間升了86% 但業績公佈當日 就已經是沒得肉了 然後下面跟著那些 就是北方稀土 就業績公佈當日就跌了2.9% 山東黃金這邊就跌了2.5% 就會發覺如果我們是按第二列的橙色來看的話 就只這樣一眼看下去 好像前期升得多那些 就業績公佈當日 暫時來說都沒有什麼表現 嗯 所以那天人都在說 表現很差 就是說會不會說 後面那些成長股又撤上去 那我們再來看看 他們的業績究竟是否差的 那這邊的話呢 就會看到他們 其實大部分 我們看回 有兩塊橙色 第二塊橙色 前面那個就是 表現到Q1YOY的收入情況 其實又不算特別差 基本上都是綠色的 即綠色是升的 那山東黃金這邊是升了大概45% 那其他那些 如果我們看回海油 那些中海油服 那些都是升10% 即是不算是特別低的 所以他們業績底線的表現 就不算差 bottom line的表現 都是跟著都是有得升 所以只用業績來說 他們不可以說是差的 好 然後我們再猜 即是業績 我們大家都有目共睹 看到那些什麼 石油的價格 或者看到那些什麼 貴金屬的價格 大家有第二個來猜 究竟是否說 高息股已經炒到 不算高息呢? 是不是呢? 加派息 你炒過 炒了上去 不高息了 再加派息 所以 應該是這樣 所以這個 因為你的價格下跌 變回高息 兩個都有可能 所以我這一個 是拿了兩輪的炒中特股 來做了一個對比 因為看回時間 很適合 因為上一年 大約是二月尾 開始炒到五月 一輪中特股 即是二三年那一期 然後今年的話 又是一月炒到大約四月 中夏巡 那一輪 又是炒那個 中字頭那些 這兩個 我就拿了他們大約 當時炒的那一輪 和現在炒的那一輪 股息來做比較 上一年炒的話 我就是拿了2022年 那一輪的排息 這一次就拿了 因為年報已經公佈了 就拿了2023年 年報的排息來看 OK 然後會發現 息口是否真的 跌了很多 又不算 如果我們只看紅框 中國神話 在二三年炒那一輪 就是從差不多十厘 跌到八厘七 中途的升幅 它不算是升得高 因為當時上一年的話 是沒有炒蒙坦的 上一年它就升了13.3% 上一年同樣炒的中石油 就是從八厘炒到五厘半 這個是炒得很厲害的 當時的升幅是升了大概55% 然後升幅排第二的 47%的中石化 都是從八厘幾炒到5.5厘 所以你看回它的那個 可能石油石化 它們兩個是炒得比較深一點 然後炒到其他 如果我們看回2023年 那一輪結束的話 就好像石油石化 大概是去到五厘左右 就停的 是 那時候的銀行 也有得炒 但是炒完之後 那時候的銀行 普遍都是有五厘六厘左右 所以那一輪的話 如果我們說 如果石油石化 你炒到五厘停 然後銀行 你也是炒到五厘半 或者六厘停的話 我們再看看這一次 我們是炒到四月十九日 這一次 中石油在那裡 見了高位 我們再看看 它們的股息情況 去到什麼 那這一次 中國神華 就升得 是25%左右 那它的股息的話 就從六厘七 跌到到五厘四 都是大約五厘左右 都可以 是 好過板銀行 是 然後中石油和中石化 中石油這一輪的升幅 和上一輪差不多 都是55% 但是這一次的股息 就已經是低過上一次的了 從六厘三左右 已經是 現在是去到四厘四 嗯 所以它的息口 已經是下跌了 那麼去到四月三十日 它的股息 都大概是 四厘三左右 那石化呢 股息是高一點 大概是去到五厘四 就是石油這一次 股息已經低了 石化的話 這一次的話 還高過上一次 小小的 可以是 那這一次的話 就會發覺銀行的股息 普遍是 跌了下去的了 嗯 因為這一次的銀行的升幅 基本上 看回它 都有差不多20%的那個升幅 是 大概都是去到五厘 到五厘半左右 已經見不到 再有 除了成都銀行這些小行的話 其他已經暫時 就沒有站到六厘的了 嗯 所以這一次 究竟說是不是 你說過銀行是A股 A股 所以如果 香港高一點 香港是高很多 所以過來香港買 因為我這一次 故意 我篩這些股 我是拿五厘來做一個標準 啟動的時候 五厘做一個標準 我發覺篩完之後 是沒有三個電訊箱的 來香港 香港人 香港人 現在中移動 六厘多七厘 也有六厘多 所以來香港 我看回中移動 中移動 因為港股A股 其實這兩次都是它自己創作新高 但是看回A股的那個息口 它不算吸引 二三年那一次 它從五厘一炒到三厘九 這一次是四厘六厘 炒到四厘一炒六 現在是四厘三 現在是四厘三 那價錢就下降了 它現在已經完全沒有香港 那麼吸引 然後 中聯通 因為它上市主體不同 所以很難拿它的排息 因為它的排息在A股那邊 只有兩厘多 不到三厘 然後中電信的話 它上一次停的時候 就三厘 這一次停的時候 就三厘七 左右 所以如果只是說中移動 和中電信的話 它們的息口 就更高過上一次 你說會不會高低次 從派息這裏 都難看得出 究竟是不是風格會轉 然後如果你說中石油 中石化那些 等五一開盤之後 那些什麼科技股 衝上去 那是否跌呢 那就很難說 嗯 所以這一個 是不是高低次 還要看一看 但是如果真的 不炒高息 或者不炒中特股 那大家要懂得走路 好像港股那邊炒那些科技股 然後就說了那些表現好的 業績好 然後股價表現又好的 有得派息 那究竟Q1是哪些呢 是表現負值的話 行業肯定沒有那些 升20%那些 那個名字看不到 不用說是若榮 為代表的 醫療服務 那些CXO 即是垃圾在這堆 全部跌的 那些 低位的 最低位肯定是 若榮那一段時間 若榮金的港股這邊 康德都跌了5-6% 不奇怪 它繼續跌 它的業績都很差 對 然後整行這邊的醫療服務 是跌了18.9% 那這個醫療服務 不單單是若榮 那些 還有外耳眼科 那些 都是 衰到貼地的 然後第二衰的話 就肯定是 龍基為首的光復設備 整行跌了13.8% 那下面就是 醫療美容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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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消費 起不到身 都沒有人去打針 那這個就跌了12.54% 那再到呢 旅遊零售這個 想起了哪一個 旅遊零售 沒有理由 是 超過10% 就是以這幾個業績差的為代表 那我們再來 show a show 就是他們的業績表現 和股價的表現 那同樣呢 第一列橙色的 就是炒高息股 他們的表現 一辣 全部都是紅的 那表現最差的 約明空得 就是股價腰斬 這個是A股 經常炒股 說出來的 胡錫進 他之前有拿的 10%的時候 是有保留在手上 是嗎 他當時就發 你叫他聽一下 今天FB Live 那他就避開 藥明那些 沒有得買 所以他當時 他就說我第一次感受到 那些散散是甚麼感覺 胡先生真是蠢蠢蠢 要多聽FB Live 才知道哪些是不可以碰的 但是這些 你看看他 那一段時間表現得差 但是業績公佈當日 很多是綠色的 你會發覺 就好像 泰格醫藥都是做CSO的 然後康農法成那些 都是做CSO的 股價在業績公佈當日 就會跟你說 我彈了5% 8% 這些就是割韭菜 所以就 看著 都是因為他 他那邊 石油石化公佈業績 就含五個 就倒下 然後這些表現得 已經是磨在地上 磨到不知多久 突然之間公佈了業績 就整行 業績差的話 就全部都寫出來 覺得業績又可以反轉 我們再看他的業績 其實也不算特別好 特別是看CSO的 基本上 Bottom Line那邊 跟我們跌過三五成 對 兼且你說轉 好轉的話 暫時都聽他們的call 都未見到有什麼跡象 然後還有表現得差 你看到從倒數第一 應該數到倒數九 第十個 都是光伏慈比的 所以他們那些暫時來說 都是 你看到倒數第二 那個什麼 感浪科技做的液便器 基本上Bottom Line 跟我們說跌了93.7% 我也不知道它可以怎樣 最後是否高低交換 光伏慈比暫時應該是不行的 依樣呢 依樣 你踢開若明那幾隻 再看看其他有否可轉 都難說 你不如看前面那些 跌得少一點的 那些什麼家電零部件 那些有沒有高低 如果真的拿回楊明康德那些 那些就沒有搞 不要報互相的後塵 是的 一旦都要離開 是呀 給你回回8% 10% 你代代平安 不要虧太多離開 其實你看業績高低 上落 就是公司的問題 就是行業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其實它是非常集中的 光貨一拉 醫藥一拉 沒有拉 因為如果你是公司的問題 你的行業可以 你都還有一天 你公司改一改 都可能會好一點 你的行業不行的話 你真的靠政策 在中國來說 你真的靠政策 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 業績高低究竟是什麼原因 所以Q1的話 應該說在Q2這邊 暫時沒有什麼政策刺激的情況下 這兩天 就走遠一點 然後我們再看看第三個題 大家非常關注 因為港股這兩天 那些什麼ATM 升到非常起來 加上今天那隻快狗 打車都升 是啊 那隻什麼 曹操 曹操 曹操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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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些快狗 慢狗 升到像一隻狗一樣 像一隻狗一樣 然後它吵曹操 然後我還是不想 跌回頭 然後看回Q1的話 會不會偏成長的股份 表現得稍為 可能 就是業績可能有一點 可以支持到它的股價的趨勢 我們再看看 就是Q1的時候 我們分兩個 第一個就是分整個行業的 那個業績的增速 然後下面就是分那些 版塊 就是科創 然後創業版 他們那些業績的情況 第一個就是分行業 來看看 這一個 如果A股 只看全部的上市公司 基本上分三種 一個就是全部看完 然後第二個就是 踢過銀行 證券 金融那些 對 非金融那些 就踢了出去 然後還有 會踢過石油石化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次 Top Line這邊 就是非金融的話 它是業績表現 整項是會有升到0.78 然後再踢過石油石化 那業績表現就差了一點 然後再集合所有東西 就發覺 全部的A股 是跌了1.2% 就跟你說這一次的話 應該是說 石油石化 和那些銀行 證券 保險那些表現 是稍為差一點的 其他那些可能會好一點 然後再看看Bottom Line這邊的話 全A這邊的話 就好像最差的 所以如果我們只看銀行 或者石油石化來講 就會跟你說 其他非金融 非石油石化的Top Line好一點 但它們的Bottom Line 又是虧錢虧得很差的 嗯 然後我們再看上市的版塊 然後 因為這些就沒有計算權重 只是計算數量 所以你收入增速來說 科創版的收入增速是最快的 因為你隨便拿一間出來 都比你20-30% 特別都有的 所以整個科創版的話 升到最快的Top Line 就升到4.65% 然後創意版這邊其實分了兩點 因為一啟就是踢除了 因為它業績變動 由政府那些變動太大 然後光線傳媒也是 Top Line升到100% Bottom Line升到400% 如果只計算數量 它是太過分的 然後就踢了這三種變動 特別大的出來 那整個創意版呢 增速也不算慢 3.92% 然後如果創意版整體 組合這三種變動 就升到2.56% 主版的話 整個Total的Top Line 就跌了1.47% 是 所以都是創意版的 是OK的 然後Bottom Line這邊的話 整行都不算是好的 因為很多科創版的公司 都是沒有Bottom Line 所以你會發覺 整行都是非常非常慘的 是 所以如果整個Total 來看的話 就有機會跟你說 非銀行、非蛇油的Top Line 升得好一點 但Bottom Line的話 你就不要指望它們 是 創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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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靈王已經 幫你撐全家 靈王現在表現都OK 帶著創意版 跌了這麼久 你說北京車展有話說 北京車展有話說 都算好 如果創意版沒有了靈王的話 就不是創意版 就比香港的創意版 香港的創意版已經跌到 不會動 不能再跌了 除了靈王的話 還有什麼? 墨了醫療 還有一些名字 倒數第二的愛意眼科 沒有了靈王的話 基本上整個創意版很難 很難讓人看 只可以說 然後再看 如果說Total的話 哪些公司表現是好的 業績表現是OK 然後我們首先來看 究竟創意版它這一次 即是股票 因為之前升幅是高的 這一次公佈了業績 有不及預期 然後有什麼 然後跌了10% 然後創意版 你會發現 這一次表現得差的話 基本上是公司自己的原因導致 因為如果只看的話 就找不到一個特別特別的行業出來 然後我們再看 究竟是哪些行業的業績 升幅 這個業績 誰表現得升幅是厲害的話 就會發現 第一個是基電股 精盛基電 第二個是福耀玻璃 港股這邊也表現得非常OK 福耀是好東西 然後其他那些 你會發現 福耀玻璃是做那個 洗地機器人的 跟小米一樣的 那些 麻辣棠哥去買一架 不過不是這隻牌子 是小米的 然後我們如果看回 整個行業 有沒有得 即是說 specific到哪一個行業 會升得多些 好像又很難格 很散 應該是說 汽車是會有的 因為長城汽車那一天 就是業績公佈了之後 業績公佈了之後是好的 然後那個福耀玻璃 好像都是做汽車玻璃 福耀玻璃是汽車相關的 然後還有那個托浦集團 都是汽車相關的 所以你勉強跟我說 這一次應該是那些 汽車零部件的話 都是算不錯的 然後其他那些 命人智能 因為他的業績 就說做風電那些 是突然轉好 那它是會好些的 但是你如果看回其他的話 都是很難去選擇 究竟哪一個 是的 即不是以行業分 沒有什麼行業分 沒有什麼行業 因為你如果說現在 你說港股 上回起來 全部都ATM那些 升 那些一線升完 後來那些 E戰那些 可能B仔股又跟你升一輪 但是你如果說 A股這一次 從3000點升到3100點 除了那些中突股 在撐著指數 還有那些 石油石化 銀行都衝了上去 但是你如果說 哪些科技有得升的話 其實這一輪 3000到3100點 散戶的操作 是難度加大很多的 買銀行便可以 很簡單 不用看回其他 即是成長股份 他現在跟你說 暫時 沒有成長 因為我看到 這幾 應該是這100點 沒有1000點 100點 基本上 他就看回NVIDIA 升的話 他就跟回對應的 那些A股概念 在那裡升 然後中國有 新的生產力的話 那些飛行汽車 他又跟你升 但是你如果 有沒有一個概念 可以延續到 那100點 他都可以升的話 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就跟你說 成長是否有得撒換 除非說 之後 就是那些什麼 這個會那個會 跟你說 我新的生產力 繼續要支持哪一個 支持那個 或者跟你說 我汽車已夠換身 我一定要推上去 那你就看回這些 汽車零股票 如果不是 只是內銀 沒有什麼 是可以特別 我相信 接下來一個月 都是只有內銀 你猜 或者電訊 只有三個 三厘幾 四厘的 你香港帶著 這些股份 香港不能帶上去 很難帶 這些 如果看回它的市值 的話 雖然在戶心300 但是它們的市值 大 方向都不明白 所以香港很難帶這些 唯有 就靠香港帶著內銀 內銀 近來香港 升 星期一看看 內銀升不升 A股升不升 星期一 A股不升 就沒有了 A股不升 真是 真是天理不容 有三千點補位置 不要了 很累 三千點補位置 一定要打的 不過不要下個星期 升一升 升不升到 我不知道 下個星期告訴你 下個星期再看 拜拜 拜拜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 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蓋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時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身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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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